好 接下來請考選部 我最近喔 收到很多 欸 考選部的人喔 我最近收到很多那個 要準備考 警察的 考生 他們的投訴 可以跟考選部講 他們快爆炸了 他們為什麼快爆炸 我簡單跟你講一下背景 因為之前我們警察同仁過勞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 除了正規的警專的畢業生以外 我們從外面再去招考 所謂的行政警察 這一幫所謂的外鬼警察 其實過去這幾年你可以看得出來 錄取的人數是年年攀升 2015年2942 2016 3188 2017 3071人 即使到去年 2018年 他整個人數加起來 還有2300個人 那這2300個人裡面 事實上 很多的同仁因為響應政府 所以要去招考行政警察 那大家雖然可能不是念警專的 那對於警察這份工作 對於要去報效國家 對於要去能夠做維護社會治安的事情 大家都有一份憧憬 所以他們就開始準備 開始準備考試 結果開始準備考試以後 本來錄取兩三千人 結果今年12月10號 內政部跑去找你們 結果找你們以後 出來公告的結果是什麼 你們考選部發了一個新聞稿 所以2019年 四等一般警察遭收的人數 從本來 去年喔 去年是如果是一般警察 這個行政警察的類科的話 收了1900個人 結果今年降成只有214人 那因為那個降幅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本來 就是信任這個制度在準備考試的人 大家看到考選部的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大家臉都黑了 他們已經準備了半年 那就考選部 在這個政策方向上面 是不是跟內政部充分研議過了 是不是有調整 讓他比較和緩的可能性 還是一下子要這麼激烈 就真的明年只打算遭收214個人 是不是可以請考選部說明一下 是 謝謝黃委員 這個關心 有關警察 一般警察特考這個部分 那 的確 這個 今年 這個 報缺 的確是在一般警察的部分 的確是有下降 那 這部分事實上 不是考選部 你說的確是有下降 這個詞 我必須要老實跟你講 太和緩了 從1900個人 降到214個人 然後你 你只用是有下降這四個字來形容 可能沒有辦法形容真正現效於萬億 是 報告委員 這個一般行政警察是214位沒有錯 但是還有下方警察是500位 所以總共是771位 那事實上 考選部也蠻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從7月份開始 就已經 在提醒警政署這一邊 請他們 競速研議 因為 的確有很多考生準備 我現在先把責任釐清一下 你說今天會造成這樣的狀況是 其實考選部7月 就已經發警訊 跟內政部警政署講了 對 算是他們遲遲沒有採取應有的應對作為 所以到12月10號的時候 才突然把這個數字跑出來 是 因為他們說真的是開不出切來 沒有 國家整個人力上面的調動 我想基本上面大家都 會尊重你們行政機關的判斷 但是我要拜託考選部 你們要將心比心 站在這些準備考試的考生 對於他們來講 他可能是6個月現在沒工作 在準備考試 受到這樣子的衝擊 衝擊非常非常的大 內政部那邊的責任我會去追究 但是考選部針對這件事情 要怎麼樣去妥善回應這一些考生 他們現在面臨的狀況 是不是可以再找內政部研議一下 看有比較什麼緩和的方案 我老實跟你們講 我的信箱快要被灌爆了 全部都是這些考生寫信來投訴的 可以嗎 我們會再跟 我希望你們動作快一點 這個我沒有跟你 我沒有 我們這會再努力爭取 騙你們來你看 那上面 全部都是到我信箱裡面訊息 還只有其中一部分 全部都是這些考生 全部都是這些考生 他們是真的認真的在準備這個考試 1900個人突然掉到214個人 這真的太離離譜了 你們盡速找內政部研議 看要採取什麼樣子的方案 盡速跟這些考生 還有社會說明可以嗎 可以我們會再轉達這個警政署 請他們盡量再能不能有增加開切的機會 所以你們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 是12月的時候 警政署來找你們才知道 我們7月份就開始提醒他們這個問題 那到這個月 夜底才知道 所以過去這幾個月 警政署是在幹嘛 在睡覺嗎 所以我們也請他針對人力的規劃 能夠盡速給我們一個答案 但是到12月底他們才提出這個 OK 我希望你們積極一點啦 內政部警政署的該追究的責任 我會去追究 但是希望考選部這邊 站在考生權益保障的這件事情 看要採取什麼樣子比較和緩的方案 趕快希望有一些方案出來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委員得福發言